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星期六 在亚利桑大州的 应该叫佛罗里达这个地方 要召开他2022年的 第一次大集会 结果在他 在他这个声明当中呢 有时间表 早上八点钟就开门 免费的 说他希望大家能够免费注册 早上八点钟就开门 一直到晚上 有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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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较出乎一表呢 他列出了他邀请的发言人 那这些人大多都是亚利桑大州的人 那还包括枕头哥啊 包括这样 那亚利桑大州人呢 包括竞选亚利桑大州的国务卿的人 总检察长的人 以及竞选美国联邦参议院的人 没有先任总检察长 没有 所以这就出手不太一样 以及包括亚利桑大州共和党主席凯利 他出手不太一样 很明确的表现出 他在整合整个共和党 很明确 结果当他推文下午时 这是12点16分发出来 那随后在一些媒体就有报道 包括Newsmax 华盛顿观察者 也包括美国左派的媒体 结果我就看到美国左派的媒体呢 比那个 比那个保守派媒体分析的比较 更加的透彻 川普为什么这么干 川普为什么这么干 因为在共和党 在亚利桑大州 作为共和党内部之间的 这种相互竞争还没有结束 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他就去挑选他支持人 也就变成了 否定了他 不被他支持的人 他就变成了 以这样的一个争取 美国中期选举的故事 在对共和党进行全面的整肃 同样 他得具备这样的实力 所以我们从左派媒体的报道当中 你可以看到 王者归来 是王者归来 而且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 就是没有任何人能跟他抗衡 introductory 拥有 在 美国 。 天 ,